大家好,我是鬼異 今集鬼異為你講解的是中網上沒有人講解過的 在Wiki上只有不完整介紹的Case 灣仔落黑道大上海飯店慘劇 今集主角是歐陽蓉 愛好Peter仔的歐陽蓉 在1967年至1977年間曾經擔任警察 警察編號為8595 但到了1977年他因為失職 事嚴傷人而被逼離開警隊 當差的時候他曾經儲少錢 亦有投資一些生意 畢竟他加入時是四大探長末期的年代 事故離職後他在今著夜總會裡有股份 以夜總會的分紅養家和生活 包括供養他的父母、老婆陳惠萍和郭仔 靠著這些灰色的娛樂事業 他一家生活過得非常不錯 去到1979年年尾 31歲的他的兒子已經8歲 老婆也有了五個月的生紀 當時的他可以說是好事年年 心情愉快下 12月31日晚 他和老婆就相約了幾個友人 去倒數慶祝元旦 包括27歲的前華裔英兵 麥偉賢夫婦 同樣27歲任職設計公司的梁國塞夫婦 和30歲印刷公司老闆 聶超強夫婦 他們8個人先去到一家美容店開舞會 然後再去到新世界夜總會 喝酒跳舞 其間喝了一支白蘭地和四支香檳 最後在80年1月1日 凌晨2點多接近3點的時候 去到灣仔諾克道 巴拿沙餐廳夜總會 樓下的大上海飯店燒夜 去到之後 Peter仔就發現 他在74年住手東區的時候 和之後時不時會出來聚會的九同事 編號9944 24歲的影像 吳智剛 於是乎Peter仔就叫吳智剛 去到他桌子裡一起喝酒 誰知一喝就樂極生悲 本來應該是喜慶日子的月 但就變成含事 在3點50分左右 Peter仔就和吳智剛發生衝突 接著大上海飯店就傳出六下的槍聲 過了陣之後 一批警員接到舉報前來 警方就發現麥偉賢手臂受傷 梁國才背部受傷 而Peter仔就頭、胸和手部受傷 3個人被送到馬例醫院救治 麥偉賢、梁國才成功獲救 但Peter仔最終逝去 接受調查的時候 明昌的吳智剛就補稱 說自己是受了Peter仔、麥偉賢、梁國才 和聶超強四個人圍攻 心命受到威脅下 警告多次無效之後 他才開槍自衛 所以 1月3日 事件被列為警察名昌事件 警方表示已上報當時的處長 處長也成立了專責的小組 去調查事件的起因經過 同時,麥偉賢、梁國才被轉到基留病房 聶超強被拘捕 3個人都被控告多項罪名 包括襲警、意圖過犯嚴重罪行、意圖阻止探員執行任務等罪名 眼見到細緒的老公和他的兄弟面臨這麼嚴重的指控和控罪 陳偉平亦向傳媒哭訴 要求申怨 他說他們一行人才是受害者 反而五智剛的行為非法才應該被拘捕 1月5日 皮特仔舉殯,陳偉平在靈堂裡設下痛失英才 華我丈夫,沉冤代說 立世報大天之仇的壞戀 他更向傳媒指不要求賠償 只是要求申怨 他希望現場的目擊者要講出真實情況和公道說話 他又說會申請發援援助,尋求公道 究竟哪一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7月24日 麥偉賢、梁國才、聶超強三人控罪審結 雖然三人當中兩個人 麥偉賢和梁國才都有刑事犯罪紀錄 但法官郭高麗就判三人控罪全部不成立 三人被無罪釋放 隔了幾天 7月29日 有報紙引述不明消息 說警務處長在看完專責小組的報告之後 對攝氏的警員非常不沐 雖然三人甩身 和報紙有消息傳出 但當局依然沒有任何回應 沒有拘捕五字鋼 只是根據程序召開靈訊研究Peter仔的逝去原因 8月18日 當局正式開庭靈訊審理這種裸生物 一個月的靈訊中 有幾十個人作證 獲得當時廣泛的報道 為了方便理解 鬼異將庭上的證供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偏向對五字鋼有利的目擊證供 第二類是偏向對Peter仔有利的目擊證供 第三類是由專業人士跟著科學方法得出的結果證供 先看看第一類證供 第一類證供是以五字鋼所說的版本為主 在庭上 警長五字鋼就說他加入警隊已經14年那麼久 而他在12月31日晚上9點至第二日 早上5點時是當席的 而拍檔是探餘姚智偉和張培德 雖然要上班當席 但他也承認事發當晚他喝了很多酒 例如在家裡喝了兩杯啤酒才上班 去到當晚10點30分的時候 他又約了一個善人 在食為仙酒家那裏 兩個人一邊喝一支2號白蘭比 一邊談情報的問題 他說和善人喝完酒後 去到零時25分 他先和兩個同事再會合 繼續巡邏 去到3點30分 他的其中一個拍檔就說肚餓 而因為五字鋼和大上海飯店的職員老闆等等相熟 所以五字鋼就提議3個人去大上海飯店消夜 去到之後 他們3個人就坐在6號台 入座之後 五字鋼就說他看到19號台坐著 相熟的上海飯店和新世界夜總會的經理 邱忠誠 以及新世界夜總會的老闆謝坤悅 他就去和兩個人打招呼 留下了兩個同事在這裡叫送 他說和邱借二人聊了10分鐘左右 相熟的侍應就走過來跟他說 9號台有人叫他過去聊天 他看一看就看到前同事Peter仔在9號台 他就視意稍後 去到3點10左右 他才去到9號台 然後他就發現桌上還有個人是他認識的 那個就是梁國才 而其餘兩個男人他就不認識 他說經Peter仔介紹 他才知道兩個人是麥偉賢和聶超強 伍志剛說在他坐下之後有人請了他喝杯啤酒 他跟眾人喝性之後 他說麥偉賢突然就一反當時的氣氛 開口罵他 你就是伍志剛 你的樣子好 全 你記不記得以前你拉過我和我兄弟 然後麥偉賢又指著Peter仔說 那他就是我大哥 而在這個時候 和他相識的梁國才又搭散 看你的樣子都是好 全 而伍志剛就說自己呆一呆 然後就很有禮貌地回答 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你們 說完他就離開座位去廁所 而他說和他相識當年 周不時有聚會的Peter仔 竟然一反常態 跟著他進廁所 在廁所裡面 兩個人都沒有出聲 一分鐘之後 兩個人一起外出 伍志剛說他想回自己台 但Peter仔就搭著他肩頭 帶他回9號台 坐下之後 Peter仔竟然罵他 你 沒有 算了我兄弟 我要堆了 你 伍志剛說他就回答 你行不行啊 我又沒有得罪你們 聽到之後 Peter仔就隨即刮了他一把 然後再把他扶回椅子上 伍志剛說他當時問 你找什麼事打我啊 但Peter仔就再問候他媽媽 而馬偉然就隨即拿起一張椅子 攻擊他 伍志剛說他嘗試隔躲 但不成功 後腦依然受傷而跌倒 伍志剛說他跌倒之後 四個人就一起攻擊他 見到這樣他就立即指自己是警察 但梁國才就說 不管你是否警察 照動 伍志剛說他跟著就一邊被一邊警告 要求對方停手 否則就明槍 伍志剛說當他退到角落的時候 他見到Peter仔拿著啤酒瓶走近 他就再警告 他說這個時候兩個同事先想上來幫忙 但就同時被推跌在地上 而這個時候他見Peter仔和梁國才衝到來 他就立即拔槍向前明槍警告 不過 對方依然不停手 他就連續再開多幾槍 他說不清楚開了多少槍 而之後他就暈了 醒醒之後他就去椅子坐下 接著一個西莊的幽班督察就來到現場問什麼 伍志剛就回答他自己遇到才開槍 而這個就是整個伍志剛的版本 他強調是受到威脅下才開槍 而且之前多次警告過對方 當被詹問為什麼一開始發覺對方不妥的時候 不找同事幫忙 伍志剛就說一開始他念在自己和Peter仔相識 對方又沒有搶槍 所以才沒有找幫忙 但之後他又改口說剛剛成為CID 未見過大場面 所以好的 顏色反應 未在8分鐘糾纏的時候要幫忙 他又強調自己當時完全清醒 沒有受酒精影響 當被質疑第一槍並不是警告的時候 他先改口承認他是瞄準Peter仔的 並不是做警告 而是自暴 他又說他不清楚有沒有打中 但強調開了第一槍之後 他再被人追著來攻擊 所以在2-3分鐘之後 再開了機槍 他強調自己是出學堂之後 第一次正式開槍 他說學堂曾經教過他 如果受到攻擊 去到嚴重傷害的話 那就可以名槍自捕 當被問到為什麼向醫生說謊 說暈了半個小時的時候 他就為自己辯護了 他說是因為混亂 才把5分鐘改為30分鐘 在5至剛作證之後 服務警隊11年的姚智慧的後攻 亦都大致相同 只有三點不同 第一點就是 他說第一槍和之後幾槍之間 並沒有傷他兩三分鐘 第二就是 他強調他們三人在執勤的時候 並沒有喝過酒 第三點就是 他未看到5至剛混和 至於被質疑為什麼 5至剛跟對方吵架的時候 沒有上前勸了呢 姚智慧就說自己入職11年 依然經驗不足 跟著和5至剛相熟的飯店老闆 經理、事應和看家的口供 亦都是偏向至剛 優忠誠就說出大致相同的經過 不過也有幾點細節 第一個細節就是 次序和5至剛所說的不同 他說5至剛和Peter仔從廁所出來之後 麥偉然先向5至剛說 你就是5至剛啊 你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 第二個細節就是 Peter仔曾經罵5至剛 你不給我 我都不給你 似乎兩個人曾經為金錢而吵架 第三個細節就是 他說他曾經勸過架 但被人阻止 又被人恐嚇 不可以報警 第四個細節就是 5至剛說自己警告之後 Peter仔沒有口頭回應 但是優忠誠就說 Peter仔是有挑釁的 當時Peter仔說 你蚊槍啊 你蚊槍啊 而上海飯店的另一個經理 和股東五盟浩 適應看家 也說出和優忠誠大致相同的經過 當中五盟浩更加補充說 Peter仔一行人 經常會在店內生事奪 雖然一眾人在細節上有些分別 但五至剛的同事和飯店的一綱人品 都是強調 五至剛受到Peter仔四個人攻擊 最後警告無效先撐雞 只是得夜總會的老闆謝坤元說 自己當日有事要求五至剛幫忙先跟他聊天 而事發之前他已經離開了 所以沒有目的事發經過 聽到這個版本之後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很多位很奇怪 為何五至剛聲稱和Peter仔相熟 又和謝國財相識 但大家喝得興起的時候 兩者似乎完全不念舊情 在麥偉賢泛爛之後 兩個人都立即反面 那是受了酒精影響 還是其他原因呢? 而最怪的是 五至剛說衝突發生了接近兩個字之後 兩位同樣都是陀鐵的同事 才有反應 想來幫忙 而且過程中完全沒有用 阻止不了對方 也沒有出手球 沒有叫智狐 出生在治安遠比現在差的70年代的警察 真的會沒有見過大場面 而這麼不堪呢? 如果對這個版本有疑惑 不妨聽聽梁國才、聶超強、麥偉賢他們的版本 聶超強出庭的時候就說出第二個版本 他說當日兩點多 梁國才說約了邱忠誠在大上海飯店那裡 於是一眾人等就去那裡宵夜了 去到之後 八個人又叫了三支啤酒喝 之後 Peter仔又叫隔離台的西裝男子過來坐 經過介紹之後 他才知道這個人是警長 吳志剛 接著吳志剛就跟Peter仔細細聲地把酒言談 聶超強說他自己聽不清楚 只是大約聽到兩個人為找數和帳單的問題有分歧 在傾不成欄底下 吳志強就向搭傘的梁國才發難 這位是才哥吧? 梁國才就說 我不是才哥 你不用叫我才哥 聽到這樣 吳志剛就馬上罵他 你以為你是才哥嗎? 我問候你啊 接著就到Peter仔站起來罵 我Peter仔在這裡 你斗零面都不給我? 說完就刮了吳志剛一白 之後兩個人就推撞 再轉向六號台那裡聊天 聶超強說過了陣 他就見到Peter仔拿起椅子 但就立即被吳志剛的兩個同事拿走了 聶超強說見到這樣 他就跟一眾女士退到收銀柱那裡 令到他看不到詳細的衝突情況 只是知道兩至三個字之後 他聽到幾下槍聲 很快一個西裝督察就進來 問什麼事 吳志剛就走出來說自己是伙計 開了槍 聽到之後督察就帶麥韋賢和吳志剛進去 接著很快又再有兩下槍聲 聶超強說麥韋賢在進去之前 長袖衫沒捲起的 沒有受傷 但過了很久其他警察都到場之後 麥韋賢才出來 出來之後包紮了右臂 而三袖也捲起了 聶超強又說他坐在六號台 等待警察處理現場的時候 吳志剛曾用手槍指著他頭部 撂他 你不要走啊 你都有份啊 而他就回答對方自己不會走 因為自己沒有參與 但其後仍然被警方誤告 被盤問的時候 聶超強被問及 為何在之前的口供裡面 沒有說到有兩下槍聲 是督察進去之後才發出的 聶超強就說 當時他因為很害怕 又被人誤告 所以才沒有說出來 總之聶超強的口供裡面 除了Peter仔之外 其他人都沒有攻擊過吳志剛 而且Peter仔攻擊的時候 吳志剛的同事也在阻止 雖然他沒有看到後來點 但依照常理 似乎並不是伍志剛所說的危急 梁國才的重點也跟聶超強的相同 只是細節有點不同 梁國才說 當然在新世界夜總會的時候遇到邱中成邀請 他先跟一眾人去到上海飯店 坐下來之後 他們就見到謝坤元和志剛和他們的朋友來到 他就跟謝坤元打招呼 而在這個時候 麥偉然就跟他們說 這個人就是吳志剛 他好 傳 舊時拉過我和我的兄弟 說我們在八落門遊蕩 幸好我當時當兵 後來沒事放花 Peter仔聽到之後就回應 我跟他很熟 叫他過來喝杯酒 第二個叫就不行 我叫他就來了 之後他們就叫適應傳話 傳話之後適應回來說 吳志剛一陣過來 吳志剛來到之後 Peter仔就起來搭著吳志剛的肩膀 說 江仔 今晚我們帶了太太來 你給我面子 不要吵 坐下 吳志剛就坐下了 但之後就問 你願不願意幫我搞定這件事 Peter仔就回答他 今晚不要再提這件事 你要說 明晚出來說 今晚我很開心 你當我朋友就喝杯酒 不當我朋友就你酒 聽不到想要的回覆之後 吳志剛就拍桌起來了 看到這樣 Peter仔也立即起來說 你給我面子我行不行 吳志剛就說 你不讓我抖領我 我也不讓你抖領你 Peter仔就再按下他坐下 問他 你想怎樣 吳志剛就說 想怎樣都可以 Peter仔再問 你想怎樣 吳志剛就回答 怎樣 聽到之後 Peter仔就立即攻擊 吳志剛 吳志剛就跌在地上 兩名部長就過來問什麼事 Peter仔就回答 沒有什麼 而附近一台也有三個男子 問什麼 吳志剛也回答 沒事沒事 然後吳志剛又跟Peter仔說 那 這裡當日 現在我跟你入面談 Peter仔就說 好 那兩個人就走向二十六號台 梁國才也跟隨 但未到二十六號台 走到二十一號台的時候 兩個人又再起爭執 Peter仔說 還有什麼好說 接著又推了吳志剛一下 令吳志剛撞到二十一號台 那台的食客就立即走避 之後 兩個人又去到二十六號台 坐下聊天 Peter仔就叫梁國才回去九號台 說這個是他和剛仔的事 沒有人可以插手 所以梁國才就回到九號台 但過了陣 Peter仔的老婆又叫梁國才 按住Peter仔 梁國才又再回去 而吳志剛的同事就站到他身邊 麥偉賢也都過了禮 吳志剛的同事就看令 麥偉賢和梁國才 你們全部不要動 我們是警察 梁國才就回答他 現在做什麼呀 我們沒動 做什麼呀 接著兩個探員又要求梁國才 按住Peter仔 梁國才就叫他們按住吳志剛 很快Peter仔和吳志剛又再動手 幾個人立即上前勸了分隔兩人 分開之後Peter仔繼續大鬧 說件事是他和剛仔的事 和眾人無關 他又特別罵邱忠誠 你走開 如果不是你 就沒有這件事 我遲些跟你說 邱忠誠聽到就走開了 而這個時候 探員就警告Peter仔 你不要亂來 你再敢拉你 Peter仔就反指 不關你事 接著Peter仔繼續罵吳志剛 你這麼笨 你猜這件事只有你一個人理嗎 很多人都不敢理 你走來你 喂 這麼小事你跟我吵 你要跟我玩 你在外面賺錢我不管 但你不可以這樣對我 你要在這班人面前擺虎 我就要你在這班人面前擺虎 你拔槍 夠膽就拔槍 你要跟我玩 沒得玩 沒有我你哪有今天 你用個腦想想 被人罵到狗血臨頭的時候 五志剛就走了幾步 Peter仔還在罵 第二 五志剛就揭起西裝 露出自跑 梁國才就立即指 你不要拔槍啊 這個時候 一個警員就立即叫梁國才去按住Peter仔 梁國才聽到就立即背對五志剛 走向Peter仔 但走了兩步 他就聽到一下槍聲 而槍聲之前是沒有任何警告的 他看到Peter仔搖了一下 他大驚之下就向前撲 這個時候 第二聲響氣 他背後就劇痛 跌了在台底 接著他就見到Peter仔躺在地上 面向天花 想起身 這個時候 梁國才再聽到第三聲 Peter仔就立即頭部左邊受傷 再跌回地上 四五秒之後 第四聲響氣 梁國才就見到Peter仔套出紅色的液體 而Peter仔的老婆想過來 但就被兩個女人抓住 梁國才說之後他就失去了意識 被送入醫院 留意了兩個月 梁國才的口供和聶超強的口供重點一樣 就是自己 麥偉賢和聶超強 根本就沒有參與攻擊五志剛 而Peter仔雖然有攻擊五志剛 再解決某個人賬單未找數的問題 同時 梁國才又承認他曾經在事後另一件事裡被控襲警 在三月的時候裁定聚聖 除了梁國才和聶超強的口供之外 陳偉萍的口供和他對傳媒的說法也大致相符 只是細節和他說 麥偉賢做水雷炮職位的時候和五志剛有姻緣 老公見雙方面了 就去和五志剛打招呼 希望調解 五志剛受邀來到喝酒 過程中五志剛和梁國才吵架 接著 Peter仔梁國才和五志剛走到深處的另一台聊天 突然 那裡傳出四下的槍聲 接著他就見到自己老公和梁國才倒下 而他自己就被同行的女子拉到收銀處那裡 然後五志剛又拿著一條炮走出來大聲說 一個都不准走 立即拉閘 不准保警 但很快一個西裝督察就進來問什麼 五志剛就回答他 沒事伙計開槍 聽到之後麥偉賢就出來說 五志剛上人西裝督察聽到之後就勸 五志剛放下武器 那肥仔你頂點 你剛剛開完槍 不要做一些傻事 但是五志剛並沒有放下武器 而是把麥偉賢和督察帶進裡面 接著他就把槍放在桌上 再跟麥偉賢說 你不要走啊 你都有份啊 麥偉賢就回答他 我為什麼要走 我只是想看傷者 你開槍我才會走 聽到之後 五志剛就拿起槍怒斥 你不要走 你不要再走 隨即有兩聲再度客氣 其後麥偉賢手捕受傷 五志剛之後再轉身跟聶超強說 你不要走 你都有份啊 其後其他警員到場 五志剛就聲稱遇襲 要求警員鎖起梁國才 聶超強 麥偉賢 見到這樣 陳偉賢就投訴 為什麼五志剛不用上索 但沒有人回應 督察只是向受傷的麥偉賢說 肥仔我拿了支槍 你頂啊 之後五志剛再跟其他警員說 自己只是自衛 聽到這樣 陳偉賢就要求五志剛去驗傷 這就是陳偉賢的版本 也看不到五志剛受威脅 他反而自殺 五志剛任意妄為 這就是第二類偏向Peter仔的證供 至於最後一類的專家證供又如何呢 攝氏的張忍督察就說自己去完舞會 開車經過的時候聽到槍聲 所以走進去了解一下 結果他就看到兩個男子到地 而一個肥胖男子就坐在椅上 手捕手傷 而五志剛就向他自稱 自衛和有發出警告 他否認到場之後再有人開槍 變相否定了聶超強和陳偉賢的部分口供 除了張督察之外 還有其他專家 花衣作弓的時候就說 Peter仔中了四槍 頭部和空部的傷勢是誓他原因 當中頭部的傷勢是由左後二進入 向前偏右的位置 而左上空的傷勢就是由 由左進入至到下偏右的位置 法衣推測 當時五志剛的位置高過Peter仔 由高至低二十度的角度攻擊 造成這兩個傷勢 而Peter仔手捕的傷勢只是被子彈擦傷 似乎法衣的作弓不離於五志剛 因為由高至低射應該是Peter仔到地之後 除了法衣之外 當日負責的醫生的口供也不離於五志剛 醫生指出五志剛當日只是在胸口和小腿有輕微的擦傷 連乳痕都沒有 其餘部分包括頭部都沒有傷勢或腫脹 他當時即時判斷五志剛可以馬上出現回家 但五志剛堅持有頭暈、頭痛不適 他先被他留遠觀察及後轉解動畫 不過另一個外籍督察就做證 否定了醫生的專業檢查 他說當日幫五志剛落後宮的時候 有檢查過五志剛 說他的頭部有種有五元後 而負責梁國才和麥韋賢兩人的醫生就說 梁國才的傷是由右膊後側進入背部 而麥韋賢的傷亦都是從後造成的 由後臂右側45度進入 似乎兩人當時都是背對著五志剛 而最不離的是化驗師的報告 化驗師作弓的時候就說 在五志剛當日的衣物上 只有皮特仔長腹的纖維 但就完全沒有梁國才、麥韋賢、聶超強的衣物纖維 似乎暗指著五志剛只是跟皮特仔動過手 化驗師又說化驗結果 發現五志剛體內的酒精濃度 去到每一千毫升裡面有145匹克 而皮特仔就是260 梁國才就是42 麥韋賢就是320 而根據現有的資料 五志剛、皮特仔和麥韋賢的龍道 是已經去到醉酒的階段 會有吵鬧、控制能力和專注力減弱 口齒不清、情緒化等等的症狀 那麼涉事的幾個人 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們所說那樣 那麼清醒呢? 沒有受到酒精影響情緒而犯錯呢? 經過一個月的審訊 一眾人等作弓之後 9月26日法官引導兩男一女的配審團 說不需要考慮事情的起因 也不需要考慮梁國才、麥韋賢兩個人怎樣受傷 更加不需要考慮同類的情況 只是需要考慮五志剛攻擊那一刻的情況去做判斷 法官特別提醒 梁國才、麥韋賢、聶超強三個人的口供互相矛盾、混亂 說陪審團要自己決定是否要信他們 總之法官說這件案只有三個可能 第一就是謀殺 第二就是信五志剛的智慧講法 五志剛當刻是保障自己生命安全才攻擊的 是可以原諒的 第三就是信Peter仔正在攻擊五志剛 而這個構成罪行 五志剛只是在阻止罪行發生 是合法的 最後談了七個小時後 陪審團判五志剛的行為是可原諒的 其後陳偉平不復判決 向杜葉錫欣求助 希望重審 但之後再沒有任何消息了 大家又覺得這件事的真相是甚麼呢? 五志剛的行為是否可原諒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亦都歡迎大家分享和文贊號 加入會員或者Superdance 另外亦都希望大家followFacebook和Instagram 這樣就可以在出片的時候收到通知了 而Instagram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和舊展報分享 拜拜